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独家前进台湾大厂合硕的大陆厂居 看他们如何抢得苹果大单 却也得要洗净血汗工厂的烙印 至于最近的两岸焦点 无疑的就是联席会 那么台湾媒体感到兴趣的是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提到了马席会 而联战则希望能够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 至于会中发表的习四点 则被认为是习近平接班之后 首次对台立场的完整表述 尤其央视的新闻联播 罕见的以头条七分钟长度来处理 显见大陆方面的高度重视 我们首先为您完整呈现央视的报道内容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岸关注的角度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8号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强调 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顺势而为 齐心协力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 造福两岸民众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指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 一时不易解决 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有着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连结 共同的愿景 这是推动相互理解 携手同心 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 第一 两岸同胞一家亲 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 两岸同胞一家亲 根植于同胞共同的血脉和精神 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 这是与生俱来 浑然天成的 是不可磨灭的 不论是几百年前跨越黑水沟到台湾 跑生活 还是几十年前迁徙到台湾 广大台湾同胞都是我们的骨肉天心 大家同根同缘 同文同宗 心之相细 情之相容 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两岸走近同胞团圆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割裂开来 第二 两岸同胞命运与共 彼此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两岸同胞虽然隔着一道海峡 但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 民族弱乱是同胞共同之祸 两岸虽然尚未统一 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 同属一个民族 从来没有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因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 都是中华民族的血 我们的精神上坚守的 都是中华民族的魂 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 和社会环境有着特定的心态 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 运凭心理创伤需要亲情 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 我们有耐心 但更有信心 心情不仅能疗伤止痛 化解心结 而且能实现心灵契合 我们尊重台湾同胞 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历史不能选择 但现在可以把握 未来可以开创 第三 两岸同胞要齐心协力 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五年多来 两岸同胞共同选择了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这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走向民族复兴 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 要坚定信心 排除一切干扰 沿着这条道路 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 大家都不希望目前的好局面逆转 为此 两岸双方要巩固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 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 这个基础是两岸关系之锚 只要这个基础得到坚持 两岸关系前景就会越来越光明 如果这个基础被破坏 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 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 前不久 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会面 达成积极共识 对推动两岸关系全面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至于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析问题 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 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 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 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来 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 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行列中来 大家一起努力 出主意 想办法 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发展成果 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让广大台湾同胞 特别是基层民众都能更多享受到两岸关系发展 带来的好处 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无论是谁 不管他以前有过什么主张 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都欢迎 第四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 中国梦与台湾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 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 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 不分党派 不分阶层 不分宗教 不分地域 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 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习近平强调 我们是真心诚意对待台湾同胞的 愿意认真听取各方意见 只要是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事 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 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办好 使广大台湾同胞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更多受益 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连战表示 2005年国共两党开展和解对话 进而两岸走向和平发展 给两岸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条不应也不可逆转的正确道路 过去的一年里 无论是国共两党或两岸各界 在政治互信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 包括主张各一法规用一个中国架构定位两岸关系 重申九二共识 强调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等等 我们要共同珍惜 齐心巩固 合力深化 让两岸关系稳固前进 越走越远 越走越高 两岸文化同属中华文化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原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亲 两岸更应以务实的心态 使台湾在两岸和平发展 中华民族再新的过程中 发挥积极且正面的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沪宁 栗战书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但要如何来解读习四点呢 最受瞩目的就是 虽然习四点的中心主轴 跟大陆过去领导人的对台方针相去不远 但潜词明显柔软了 还用了黑水沟 还有出头颠等等 台湾民众熟悉的字眼 学者就认为 这跟习近平过去 在福建厦门认知过有关 农历年过后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在访大陆拜会对岸领导人习近平 借着联席会 习近平抛出四点对台工作论述 我们尊重台湾同胞 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七分钟的对台方针 在央视新闻联播 以头条的方式播出 对于两岸问题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而习近平四大项谈话 少用过去生硬艰色词汇 改用出头天讨生活和黑水沟 等台湾民众熟悉的语言不好干净 我比较大胆假设 可能就是习主书记自己本身的看法 因为他在福建跟这个厦门都待了很长的时间 十几年 他了解到 闽南人或者是台湾人 比较想听到一些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 重视现实 承认现实 面对现实的那样的一个中国领导人 对两岸的和平的相处 那种富利富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有在福建认指的经验 习近平被视为大陆历任领导人中的支台派 从这次对台方针的用字浅词明显看出差异 不过学者认为大陆对台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所谓的血脉 血缘 包括了一些两岸有共同的命运体 这种说法 我觉得蛮类似 从江泽民时代 就说积希望与台湾人民方针 那么另外的也是跟胡建涛所讲的一样 就是要尊重台湾人民的当家作主 见面不太可能 甚至在博豪论坛这样的一个地方都不可能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会议 地区性的一个会议 所以比较可能是两个人直接见面 要在哪里见 在香港 好像也不太适合 在新加坡 那也是另外一个外国 在海峡的中间 大家坐船来碰面吗 有创意 但是要怎么去做安排 可是只要大家有那个心 一定可以找出方法来处理 在网站会之后 联席会跟着登场 接下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也将回访台湾 两岸政治人物互动密切 能否顺利催生马席会 势必成为今年观察两岸关系 最受瞩目的焦点 TVB先生王富华 曾俊豪台北报道 北京地区有多体 就算已经下了车厢 都可能会被人潮反推回去 稍后 大陆首都北京的上班日 平均塞车要塞 将近两个小时 而且这个情况日益严重 现在就连搭个地铁也非常恐怖 北京地铁每天有超过1000万人次搭车 光听这个数字就非常惊人了 大陆记者特别在上班时间挤上地铁 就来看有多夸张 一炮半米速度往车厢里冲 清晨4点58分 北京第一班地铁就挤满了满满的乘客 我们老说这就是一场没有宵宵的战争 就差不多 真是每天早上都跟打仗 来到列车 请往后 请您让开车门 先下后上 等人下完了 下车 下车就会抓紧一波 看着脚底 慢点慢点 别挤 别挤 那别倒着走 那别倒着走 转过来 往后站一步 上车得靠门边的站务人员 使劲推 进的两门 顺势奢取的幸福了 别急别急 下车的失误哪些要守 上车的上不去 下车的下不来 最惨的是 好不容易突破万难 踏上月台 又这样翻转了一圈 被几回车上了 消失在荧光幕前 每天在每个忙 尤其是像那种 特别紧的忙 都会 比如说有时候下不来 只能坐着下一站 再坐回来 别挤 这句话 充斥整个地铁站 如果下不来 意味着你可能 又得再重新面临 下车再上车的 恐怖时刻 有人下一下 这边这边 别挤了 别挤了 等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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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 北京地铁每天 载客量高达 一千万人次 到底有多恐怖 央视记者实际 跟着上班族 来体验一下 那就看你的了 看我的了 其实到这 大家心都挺齐的 都想往前推 帮别人上 因为他上去了 你就更进一步了 不管认识 不认识 反正在门边 帮忙推 就是了 一个设备 我现在推了 我去 一个上不去 这俩一个都上不去 经过一番折腾 15分钟后 终于上了车 不夸张 里头就跟挤 傻丁鱼罐头一样 硬就好了 一会儿 有一个转弯 转弯的时候 车是斜的 车一斜 就能有点宽松 挤到连喘息的空间 都没有 还得练脚力 背力 因为在车上 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其实挺锻炼身体的 就跟小学生 做广播体操一样 这挤完地铁 到公司 身体的筋骨也活到 或许看起来 听起来很夸张 但北京塞车问题严重 在路上堵 得花上两小时 在地铁上站堵 来来回回 顶多一小时 算一算 也省了一半的通勤时间 这样你我都无法 想象的搭车情境 就是北京地铁 上班族的 真实写照 TVB新闻 综合报道 而在投资乱世呢 有些人都在寻找 投资标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 大陆追捧 沉香投资的人 越来越多 而沉香 顾名思义 就是入水能成 顾称沉香 那么自古以来 就被列为 众香之首 也是珍贵的药材 看来普通的 沉香木手串 标价居然高达 台币上千万 而在国际拍卖市场的 苏富比 加士德 都专门举行过 沉香拍卖 最高创下 每公克 三十万台币的记录 一个沉香木 要十年 才可能有产出 难怪物以稀为贵 不过 假货 也很多 海南最近 举办了 沉香建赏会 结果发现 有三分之一 都是假货 这个从江西来的民众 把自己珍藏好多年的 沉香拿去鉴定 结果却让他非常失望 不会随便下注了 这个下注太大了 三十多万 当时 买到假货 损失差不多一百五十万台币 终于让他了解 沉香的世界水很深 其实大部分的收藏家 对沉香的了解 都还不够 我说蒙对了 就能买个好的 蒙不对 就是买个 就走远了 沉香和檀香不一样 它并不是一种木材 而是由沉香木中 结出来的物质 这种树木 在经过 例如雷击 强风折断 斧头砍坯 等等伤害以后 特殊的维生物会入侵 让它感染 结果形成含有香气的 天然固态凝聚物质 天然的结香过程 非常的漫长 有的要经过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香文化在中国 已经两千多年了 但是大陆经过 文化大革命之后 香文化其实已经没落 不过台湾依旧传承 后来还让香文化 在大陆复兴 在福建莆田 经营沉香的企业 就有两千多家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沉香交易地区 会有这样的发展 是在1995年 有台湾人 把香文化带到内地 台湾的朋友 他们把沉香带到我们家 那个时候就是 接触了沉香的那个东西 为何我们家用 一块小小的像朽木一样的东西 台湾人说价值20万人民币 当时他们简直无法想象 他们愿意出很高的工钱 让我们来办法 把他做 那我们就这一块就慢慢慢慢 变成一个 一个主力在做 后来发现还没雕刻完 就有人要用原价几倍的价钱购买 所以让当地沉香产业 慢慢发达起来 这些年沉香上涨了几百倍 在沉香博览会上 价钱之高让人瞠目结舌 像这样便宜的一克粉末 就要上百元 贵的要上千元 这一串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沉香木手串 标价竟然高达几百万人民币 就是台币上千万 在展览厅里面 这种标价几乎随处可见 现在甚至有人专门到台湾收购 在海南也有人种起了沉香木 想模仿天然的方式 让沉香木结香 把所受伤的伤口 修复回来那个疤痕 这个疤痕才是沉香 另外还有一种掉点滴的方式 可以让产量更大 点滴通体结香法 让整体这棵树受伤 到时候结香出来 通体一棵树都结成香 越来越多人到海南种沉香木 但是从开始种到结出沉香 真是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最快要十年 而且是越长越好 树越老越好 沉香需求不断成长 供给还要十年以后才有可能提升 这段时间 沉香的价格恐怕还是欲小不易 TVB2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苹果大单 河硕大厂如何管理十万工人 我们独家解密 以及零碳咖啡 零碳保养品 抢供市场 马上报告 台湾河硕在2013年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接下了苹果5C代工之后 2014又盘出 接下了苹果6的订单 不过人红是非多 大陆代工厂 员工过劳死的消息 这也接连传出 TBS团队 前进厂区 记者邱兰婷 刘若美独家报道 台湾河硕接下了苹果5C代工之后 备受瞩目 不过却传出 在2013年 有四名员工因为过劳而逝世 为了洗清洗汗工厂的污名 河硕特地开放了上海 以及苏州两个厂区 让TVBS独家深入了解 他们的工厂营运 以及员工的生活模式 通过安检门前 请线检查有无携带危机物品 并将随身携带的危机物品取出 连脚底都不放过 河硕员工要出厂房外 安检比机场还严格 因为怕脚底下面有夹上料件 不只防小人 也要防君子 员工裤子衣服 特殊定制 不能有口袋 800G监视器 布满厂区 保命工作滴水不漏 这里是河硕上海厂的 代工厂 在这个金属探测门上写了一个男字 这个是男性专用的金属探测门 到底有多灵敏 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这个探测门造了 但是以同样的装扮 我们在走女性的探测门 确实可以安全过关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 女性的内衣会有钢圈 所以在敏感度上做了调整 在外界熟悉的代工产院之外 其实他们也朝上卖手机 近百平的办公室空间 所有装潢独树一格 合受设计部门 获利约占总营收的三分之一 10点到12点 我要打开 用画的 用画的啊 而且我擦掉的话 就是直接 比方说我这边要出去半个小时 我想要开这门就可以 主要用手指头将下午5点到5点半的黑线擦掉 灯就会熄灭 玩设计 灯泡也可以有多种变化 你看哦 西胸 白色 西胸 好不好玩 黄色 只要压一下灯泡头 放到你想要的颜色上 它就可以随着你的心情 变换色彩 它其实 黑色的话等于就关掉了 除了在做公司内部的案子之外 我们会去接外部的案子 除了说我们提供设计服务给外部的客户之外 其实我们更希望说 能够把我们在IT产业累积的一些设计经验 能够拓展到其他产业去 新产品 新设计 这些idea都适合说宝贵资产 从设计到代工 全都一条笼包办 TVBS新闻是国际第一家电视新闻媒体 获准进入到工厂里 积极拓展新领域是因为台湾代工竞争激烈 要如何抢下这块代工大饼 厂商看的就是在工厂保密工作 和硕大陆工厂布局 从苏州 盛海 重庆 一经在拓均一点 捆身 人力将在六七月达到巅峰 来拿好新的包就先拍 对吧 来自各地的员工 有人拖着简单的麻布袋 或者是将枕头泡面全都搬来 和硕大举照工 每天最少两三百人报到 最多上千人 大家跟我走了 管理十万多名员工 要如何避免身份冒用 或者是不小心雇用十六岁以下旁工 近期苹果iPhone5C的代工厂 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昌硕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内 陆续出现了四例工人死亡的事件 其中还包括一名十五岁的员工 小孩子没有满十六岁想出来打工 妈妈呢 用他表哥的户籍成本 去办了一张身份证 所以是真的 可是是错误的本人 那张身份证是真的 可是是错发的 雇用同工登上国际媒体版面 和硕董事长不讳言 就是要公开澄清 正面应对 破天荒亲自邀约TVBS新闻团队 到上海和苏州厂区拍摄 从工厂作业流程到招工程序 全都公开 站在那个红线后面等待 第一 人工验身份证 再来压指纹 还要核对身份证长算 你老家哪里的 哪一年出生的 把他们的身份证信息 录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如果他身份证是假的 或者是说是有问题的 他身份证信息 没有办法录进去 再来电脑进行脸部辨识 相似度数字超过0.6 就是身份确认没造假 但如果换个人试试 他会用脸或鼻子耳朵的距离 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们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过 冒用身份证不对的 通常都百分之百可以刷得下来 业者透露五年前 大陆冒用身份问题严重 比率1%到3% 用科技对抗人心 现在也朝自动化生产 减少10%到20%的人力需求 不杂却简单的工作 通通交由机械处理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机器搬运工 乱乱好 这条只是普通的黑色胶带 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台无人搬运机的轨道 它上面有一个感应的摄影机 它会沿着这个黑色的轨道往前走 这样子至少就可以减少一个人力成本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人 持续再来回 把展感前后运输 那我们想说 这个是无价值的工作 这个功能 其实可以运用在很多用途上面 比如说仓库的材料的搬运 那可以也可以相对的 把人力搬运的这个部分 都把它决成下来 管理从路线开始 一个厂区一次4000名员工交接班 所有人要逆时针方向走 我感觉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没有这个规定的话 可能会很乱吧 如果逆时针会怎么样 会那个他们那个交警会 把他们给拉过来 然后再按照这个项路走吗 制度化 军事化 是工厂为了方便管理 但旁人看来 似乎牺牲掉人性很自由 现在是很多的劳工 带着外省来的 所以我们想办法 在下班的生活里面 像一些练习美法 舞蹈 这些让他们下班的时间能够 的休闲时间能够更丰富一点 成立社团 让员工们下班不会太无聊 还有骨砖班 书法班 以及彩状班 这一套套刷大概有两三百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多了 一个月工资三十千嘛 为了这么工作 豁出去了 成立社团替员工找乐子 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 和说代工在201314年 交出亮眼成绩单 担当陆续代工厂企图以低价 主场优势抢进代工市场 台湾企业现在得靠口碑 信任度和一条龙管理优势 应对这波来势汹汹的抢单危机 TVM新闻 有若美川庭苏州上海排放报道 大陆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国之一 雾霾始终是棘手的难题 大陆承诺到2020年要减碳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怎么做呢 于是乎像是灵碳咖啡 灵碳的房间的商品应用而生 穿梭上海著名文创区 巷弄间都是扑鼻咖啡箱 不过这一杯来头很响亮 号称灵碳咖啡 前期在做宣传的时候 我们是打出宣传说 我们是上海第一家灵碳的这种咖啡厅嘛 那么有一些客人也消费者 就感到非常奇怪说 什么是灵碳的咖啡 煮咖啡开空调有电灯 哪样不用电 小咖啡馆被设计精美的灵碳文宣包围 墙上的海报像教材 推销达到灵碳的交易过程 整个店铺的一些店啊 因为每天都会想象大量的二氧化碳 那这样的二氧化碳去通过 跟女男的一些小发店 这样的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的二氧化碳的量去抵充掉 简单说就是咖啡店 为自己排出的二氧化碳付钱 支援节能产业 这个就是我们给这个 Apps Coffee Mall 搬的这个碳中复的证书 这个期间排放的量呢 就是说有46吨二氧化碳当量 那大概是相当于 100克这个成年的阳数 涨一年才可以 把这些二氧化碳 全部吸收掉 越来越多民间企业 加入碳交易行列 这家保养品公司 青衣色绿色包装 标榜 陈天然 我们去盘查了我们 2013年有多少的一些二氧化碳 那计算出来是40吨的二氧化碳 包括我们的交通 做出租车或者是飞机 或者是我们的分店的 所有的一些 耗的电 这些计算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去做碳中和 那我们选择了在安徽省的一个项目 它呢可以用一个叫结梗 来做一些发电 看起来企业为了碳中和 得付出额外成本 但环保概念更多时候 也成了行销手段 我们做这个碳中和的这些 这个项目呢 也是把我们放在一个 我们的marketing的成本里面了 因为呢 就是跟我们公司的整个理念 跟形象是很契合的 我们的二氧化碳准数 机货将会有几倍 甚至几十倍 的利润空间 上海甚至出现了零碳剧团 精算一本节目手册的碳排放量 连剧目都在宣传环保 各式各样的产业加入碳交易行列 5 4 3 2 1 上海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在2013年底开罗 大陆规划二氧化碳排放量 要在2020年降低 40%到45% 要吸引重工业减碳 大陆七省市先后打开碳交易市场 上海第一个成交的是一家电力公司 我们首单成交的是我们卖出2013年的配额是5000吨 那么我们是以每吨27元成交的 节约一吨煤可以赚人民币54元 但一吨煤的成本少说600元上下 想靠买卖碳排放权赚钱 还是痴心妄想 从目前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和额度对我们企业从推动技术改造角度来说 这么说吧 聊胜如 碳交易的公平性在环保界依旧沉沦不断 大陆虽被看好有实力成为碳交易第一大国 但2013年刚进入碳交易元年 怎么健全市场机制 打带跑还在摸索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最近包子很红 主席包子每天是大排长龙 而本来就大名鼎鼎的天津狗不里包子 则因为内部市场发展趋缓了 现在大动作决定要并购海外连锁餐饮 潘叶瑞 萧云强带我们进入这场美味包子大战 中央大陆爱吃包子 北方最大名鼎鼎的是北京清风包子和天津狗不里 但这两家从生产的规模发展的风格和策略都大不相同 包子可不只是想象中简单的包子而已 什么地方零度低温排队还有心情猛拍照 这可不是什么观光景点 来看看我们主席去过的 特别我父母的亲像来的 他从南京来北京光顾 这位老兄更远从广东 吃主食来吃扣嘛 所有时候来看看 没有耐心可是吃不到 走进去才发现 门口第一条人龙只能点餐开票 手上要想端着包子 还得再排右边一条人龙 我大概排了得有两个多种头 在台湾马总统吃小吃不稀奇 但在中国大陆因为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倡节约 来到这家清风包子部光顾 结果他的生意十分兴隆 习近平到这里吃平价包子的亲民画面 一播放这家店天天场面媲美春运 他坐过的位置还闪烁着影情光环 我是坐手不知道 刚才听着顾客说是 吸水坐过 那你坐的感觉怎么样 我挺先用 一个多小时 对对对 没位置 没有位置站着就行了 对对对对 连站着吃都愿意 这家清风包子部 1948年在北京创立 门店面积门槛约55平 桌椅是简单快餐类型 最贵的鲜虾包 一个不到台币12块 风格平民 顾客桌上包子 有的堆积如小山 扶持一端盘满场飞 一个个大圆桌上 满是大鱼大肉 精致菜肴 少少一两笼包子 像凤毛麟角和北京清风 餐桌强烈对比 这家是1858年创立 大名典顶天津狗不理 最贵的大闸蟹包子 一个100台币 将近是庆丰10倍 旗舰店超过1800平 有四层楼装潢气派 雕梁花洞 像圆山饭店 香港吃那个包子很甜的 但是在街里吃的 很鲜味 鲜味很好 是不是 喜欢的 喜欢 北京包子有点干 我觉得 它那个里边摊多一点 远到香港 北京的食客都称赞 其实狗不理和庆丰 两家大陆北方 最知名的包子店 竞争相当激烈 狗不理一度开出82家店 大多数加盟 现在下降到60家 只赢占一半 这两栋 欧式城堡 贵族风格的海鲜高档餐厅 曾经是集团多元发展的重心 现在大陆官方严格禁奢 生意跟着灯光一起暗淡 不过狗不理毕竟名气响亮 最近又代表大陆美食道世界经济论坛服务国际政要 抓准优势 它今年要进军海外 并购海外的连锁店 连锁企业为主要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发展度比较快 如果我们自己去开店 一家店一家店开 时间上 速度上 可能付出的成本会很大 远近驰名的狗不理 年营额大约30亿台币 发展出现瓶颈 相对平价路线的庆丰包子 一年也有25亿台币进账 成长超过30% 还有蚂蚁雄兵 北京就有183家连锁店 火力多销 一天卖160万个包子 而且还秩序扩张 现在每天每时刻 将近有200人在找地方 要加入庆丰 一样卖包子 抢市场这两家都盖了工厂 拼效率生产重点和战斗目标 却很不一样 一车车排满包子 火力包裁场拥有一支122人的包子 手工部队 一天可以做出12顿 最快的人是这一位 计时开始 一颗包子打18个折 它捏捏捏 只用短短不到8秒搞定 一天就能拼出4000颗 重复的动作 一天包好几千个包子 累不累啊 因为开店成本高 速度慢 独立改用工厂 大量生产手工冷冻包子 投放到全国超市据点 价位也变清明一个不到5块台币 只有店面包子五分之一 这可是果不理国内市场发展关键 营业收入在1亿5000万 以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 占到我们整个集团的营业收入呢 四分之一左右 今年5月份要投产新的厂房 新厂房投产以后呢 我们预计营业收入 占到我们整体营业收入的二分之一 新闻工厂和对手却完全不同 这个超级大炒锅 也可以炒200公斤鸡蛋 全场只有100名员工 人数是狗不理 三分之一 高度讲究自动化 降低人力 原来呢 咱们是20个人要操作实在炒锅 用手工这种炒制的方式 现在咱们有了这三台自动的炒锅之后呢 只需要四个人 三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完成原来一千的工作量 新闻工厂到处机械设备 现场没有一个人动手包包子 现阶段重点生产馅料 平价包子却非常注意食品安全 每一包原料都通过这台X光浸测及扫描 价值300万台币 相当于一辆兵士汽车 一般食品厂只是金属检测仪 它只能检测出金属 像我们这些机器呢 像金属 骨头 玻璃 硬质塑料 全都可以讲得出来 两大品牌从餐厅到工厂 商业模式各有巧妙不同 不过两家都标榜有技艺传承人 清风这位师傅是第三代 拿手绝活是用水包包子 别要同这练 因为我们包包子嘛 就是有时候下着还软 包不进去 客人那包子就下着小 这样的话呢 练一些这个基本的技术 狗布里功夫更已经传到第八代 与师傅有专属餐车 细致巧手 表演专业包子秀 吸引顾客围绕拍照 吃过他作品的可不是一般人 基本上咱们国家领导人 都给现场服务过 那国外的呢 国外的有日本的首相 狗布里包子一颗平均36克 大约25块台币 清风一个42克 只卖6块台币左右 两家包子就像大陆北方的两颗太阳 各有援护者 在接近的营收规模 却变动的社会政治气氛中 继续较劲拼搏 GPS新闻 肖恩强 潘云瑞在北京天津的采访报道 每年春节过后呢 大陆的缺工荒今年是更加严重了 不但沿海各大制造业大城 分别缺工10到2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缺工潮还蔓延到了中西部 像是武汉就缺工9到11万人 那么甚至底薪加了两成都 还未必招得到人 主要原因是 城镇化之后 不一定要到城市讨生活 还有90后的年轻人 成为了职场主力 他们挑剔又随性 工作不顺心 随时把老板给炒鱿鱼 廖阿玉鱼线汉报道 招聘岗位 冲鸭工50名 汉接工20名 今年夜后来路 像去年讲会大一些 配送文员10名 餐馆员50名 流动比较厉害的 就是这些90后来 都是独生子 有职圈 单某郎过完了舒服的年 噩梦再度重演 梦里的大魔头 是他们 上海的基层公务员 月薪是人民币3000到5000 这个小弟初中学历 还嫌3500太低 我心里的想望 大概要在4000 4000左右 90后的年轻人 逐渐取代70后和80后 成为大陆职场主力 他们特别敢讲 特别人要 在外地还是在 在上海 你们资讯在于怎么样 一般的话是 那个五点金 就根据劳动法 想要找到好工作 必须要筛选筛选吗 您筛选了什么呢 我一般做销售 其他不大想做 目前 自我意识强 而且要求挑剔 他一潭逛过一潭 盯着周公海报 皱眉 醋眼 不满意 下一个谈位会更好 你们这里 业务组理不做 韩务组理不做 做财务 Taisy 这不是我的专长 倒是前面 挤了一大堆人 不如去瞧瞧 过去打工族 趁过年回老家 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不上工 如今的年轻人 更是做黑手钱赃 短盘子又没前途 价值观和劳动结构改变 正是目前大陆 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缺工是中国大陆 年后普遍会有的现象 不过今年有一个 比较诡异的状况是 像这些满满的摊位 他们要找的 不只是技术工了 包括像是保全 门市 甚至是餐饮等服务业 这些工作岗位 居然比工人还要难找 黄老板 你怎么自己在做这些事啊 哎呀 没有工人没办法 有多少人啊 十几个吧 台庚整理完备料 还得充当大厨 以前哪有自己煮面啊 黄老板在大陆开店23年 第一次校长奸状中 这家店专门卖台湾小吃 有40平30几桌 在过年前呢 外厂的服务生总共是有6位 可是过了一个年 减半只剩下3个服务生 必须要服务 这么多客人 现在连老板都必须要亲自出来 招呼客人 来 里面有面有饭套餐 芒果冰 客人上门 搞得老板变小弟 他手里拿着好几份菜单 满场飞 吃芒果冰吗 来 里面请坐 是中饭还是大份的 还是小的 中的 中的哦 来 一个卤楼饭套餐 扣肉饭套餐 天哪 你也太有才了 一个人当食人用 有时候谈恋爱试恋的话 当然也不要来上班 有时候跟人家吵架 或者心情不好 什么 只要不开心就不上班 90后不爽就不干 随时炒老板 杨小刘呢 他家了 为什么 要回去那么久 家里没有 那西方人没有来吗 他都要来 这煮饭谁煮啊 真的hold不住了 黄老板一个头两个大 他带我们到商场 瞧瞧其他同业的状况 没想到 嗨 同样是水深火热 烫包店老板 没空招呼我们 大衣的送铁好像有什么 来 谢谢 城市超市 上一家团的老板 今年过年还亲自自己送货 该不会所有的老板 都得亲自出马了吧 主要是上海的物价 跟他们的 领的工资差距太大 一线城市 生活成本太高 加上大陆城镇化 老家就有工作 省去离乡背景 学东荒 从上海 沿海 蔓延到内陆 重赏价还未必有泳夫 现在更得跟员工 划干净 走 走 这边 路途实在太远 对吧 也考虑到他们的个人的出行 还考虑到家庭 这样很好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员工上下班 对 至今因为助工车的话 来回转车也很麻烦 正下班包车结送 只是基本款 胖的胖的 哦 这是什么汤啊 豆腐跟汤 这个热热的吃 你不要冷的再冷 等他这样不好 可以叫他们来吃 对 热热的 四菜一汤 热腾腾刚出炉 老板还没吃 先吆喝工人 带你带你带你 他问我 他问我 要吃多少随便你装 肚子舔饱了 心也暖了 环境啊工作 那种氛围啊都不错 60块钱啊 一天60块钱工资 这一餐要大概20块 我就占掉了您三分之一的工资了 加上其他餐饮住宿等支出 成本多出15% 但是没发动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工厂不开天窗 现在不是我们在挑 是他们在挑 因为现在你当然是没办法 就是什么 有人就好了 做得怎么样呢 还可以啊 还习惯吗 五年多了 他在做得怎么样呢 五年吧 开心的 180公分的大老板 每天必须弯下腰 到生产线上许寒问暖 为了躲缺工潮 他还使出杀手锏 奖金部分啊 福利部分啊 工资部分啊 都留在过年后 过年后来发 年前工资 年后发 掐住口袋 还怕你不反攻吗 整个洗衣店有一百多名员工 基本上在年后都已经回到了 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 但是为了因应缺工潮 即便目前没有缺工人 洗衣店业者仍然赶紧 在找后备的支援部队 该给你们加多少金 就是给你们加多少金 然后你们工作一年 有五天的年假 反正随便都有工是吧 对 双手奉上职场牛肉 大老板的梦魇 对照找工民众的淡定 大陆的缺工趋势 只怕会越来越激烈 TVBS新闻鱼形态料 与上海海报报道 大陆网务业 再传重大并购案 旗下拥有通讯软体QQ 掌握6.5亿用户的腾讯公司 宣布入股大陆最知名的 美食资讯网站 大众点评 大陆媒体形容 这将创造出全新的营销模式 上海第一财经观察 本次投资后 腾讯占20%的股份 腾讯未来还有望追加投资 占股达到25% 不过双方并未透露具体交易金额 对消费者而言 像微信QQ 有一个明显的一些展现 比如说你在附近里边 你是现在看到人 附近的人摇一下 你现在能够看到附近的团购优惠 入股完成后 大众点评的商户信息 消费点评 团购 餐厅在线预定等本地生活服务 将与QQ 微信等腾讯产品展开合作 既然你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既然就是说你的前景 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那能不能让我们在财务上 也可以就是说 这个参与到你们的成长 根据公开资料 大众点评此前已经进行过四轮融资 红杉资本 谷歌 启明创投等基金 共计投入1.65亿美元的资金 如果按今天书盘价580港元计算 腾讯控股市值 已经接近1400亿美元 相当于1.2个中国银行 3.5个推特 29.9个新浪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增速 接下来或许还将超越脸书 甚至工商银行 谢谢您加入今天的中国经营室